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8年开始服役 成为台湾海军反舰武器的核心装备 它是基于之前雄东二型的技术积累而开发的升级版 专为应对现代化海战环境中的多重威胁而设计 雄东三型的研制标志着台湾在国防自主研发能力上的重大突破 展现了其不断提升的军事技术水平 初代雄东三型的射程达120公里 虽然在早期的设计中已经具备了不俗的作战能力 但随着现代战争中远程打击和精确打击需求的增加 雄东三型也进行了多次技术升级和型号改进 中山科学研究院不断改进该飞弹系统 使其在射程 精度和破坏力等方面取得了更大突破 雄东三型的多个改进型号极大的增强了其战术灵活性和作战范围 比如 雄东三型闭路射标准型就是其在初代基础上进行的技术升级 射程从120公里增加到了200公里 这一升级使得雄东三型不仅能够打击较劲的敌方舰艇 还可以对远离台湾本岛的敌舰实施远程攻击 增强了台湾在复杂海域中的防卫能力 雄东三型闭路射标准型的导引系统也经过了优化 使飞弹在长距离飞行时的稳定性和精度都得到了提升 更具代表性的是雄东三型纪录射增成型 其射程提升到了惊人的400公里 这一型号采用了先进的导引系统 包括惯性导航与卫星定位的结合 使得飞弹不仅具备超远射程 还能实现精确打击 这意味着雄东三型可以从更远的距离发射 而不用靠近敌舰 从而极大的降低了发射平台被敌方攻击的风险 随着射程的增加 台湾海军可以有效扩大防御范围 不仅能够在台湾海峡执行反舰任务 甚至可以威胁到更远的海域 保护海上通道和关键战略区 雄东三型的最大特点是其极高的飞行速度 这使其在战场上具有巨大的战略优势 最大飞行速度可达四 五马赫 几乎是音速的四倍以上 如此高速不仅使得敌方难以对其进行有效拦截 还能够迅速突破现代舰艇复杂的防空网络 大多数现有的防空系统 是为应对亚音速或接近音速的飞弹而设计的 而雄东三型的超音速性能使这些防御系统 难以在极短的反应时间内 做出足够有效的防御措施 飞弹的作战流程极为精密 发射后 雄东三型会在高空进行巡航飞行 并使用惯性导航和中途修正技术 确保能够准确到达目标区域 当飞弹接近目标时 会突然加速到最高速度 最终以四 5马赫的超高速俯冲攻击目标 这种末端加速战术不仅使得飞弹的速度骤增 也使敌方防空系统几乎没有时间进行有效的拦截 在整个过程中 敌舰大约只有30秒的反应时间 一旦这30秒内 未能成功规避或拦截飞弹 就几乎注定要遭受致命一击 雄东三型的高速特性 不仅增强了它的突防能力 还提高了其战场上的生存能力 飞弹在高速度下飞行时 可以有效减少被敌方雷达探测的时间窗 这意味着敌方在发现雄东三型时 可能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 部署防御措施或进行规避机动 此外 由于雄东三型飞行高度较低 通常紧贴海面飞行 这使得它更加难以被探测到 结合高速和低空飞行的特点 雄东三型成为一种难以拦截的航母杀手 能够对大型水面舰艇 如航母 巡洋舰等 构成极大的威胁 不仅如此 雄东三型还配备了先进的多重导引系统 包括惯性导航系统与主动雷达导引系统 确保在复杂战场环境中 也能精确锁定并攻击目标 飞弹可以在发射后 通过惯性导航系统自动调整航向 避免敌方防御系统的干扰 当进入目标区时 飞弹的雷达导引头会自动锁定目标 确保最后的致命一击精准服务 雄东三型不仅速度快 隐蔽性强 它还携带了相当强大的战斗部 其破坏力令人瞩目 飞弹的高速度加上大质量的弹头 意味着一旦命中目标 产生的冲击力和爆炸威力 将导致严重的结构性破坏 正如台湾军方曾经展示的演习照片所示 把船在雄东三型的攻击下 被打出了巨大的破洞 足以证明其强大的破坏能力 这种战斗力足以摧毁大型舰体 甚至对航空母舰这样的巨型目标 也构成严重威胁 雄东三型的作战方式 十分灵活 能够用于多种战术场景 首先 雄东三型可以进行群射战术 即同时发射多枚飞弹 增加对敌方舰艇的打击密度 进一步提高命中率 在面对高价值目标时 群射可以有效分散敌方的防御火力 让其中部分飞弹成功突防并命中目标 其次 雄东三型具有远程打击能力 其射程足够从台湾本岛发射 打击远至数百公里之外的目标 射程远 打击精准的特性 使得雄东三型 能够在敌舰尚未靠近台湾海域时 就对其发起攻击 形成远程防御屏障 此外 雄东三型还可以执行出袭战术 利用其高速和隐蔽性 突然出现在敌舰上空 并在敌方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 发起致命打击 这种战术非常适合在敌方尚未做好防御准备时发起突然攻击 极大的降低了敌方的反应时间 雄东三型的发射平台多样 灵活的部署方式使其具备了极高的战术机动性 它可以从舰艇 陆地 以及机动平台上发射 台湾海军的成功集巡防舰 锦江集巡逻舰 陆江集巡逻舰等舰艇都装备有雄东三型 此外 雄东三型还可以通过陆基固定发射阵地 以及机动飞弹发射车进行发射 这样的多重发射平台 使得雄东三型能够在不同作战环境下迅速部署 无论是在海上作战还是暗机防御 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雄东三型反舰飞弹 在台湾多次军事演习中的成功表现 充分证明了 其作为现代高效 反舰武器的战斗力和实战应用潜力 自2008年首次亮相以来 雄东三型通过实弹发射 展现了其在复杂作战环境中的优秀表现 以下是该飞弹 在多个重大军事演习中的具体应用 及其未来展望 2008年的汉光21演习 是雄东三型反舰飞弹 首次进行实弹发射的重大节点 这次演习标志着雄东三型 正式进入实战测试阶段 军方通过此次演习 验证了雄东三型 在作战条件下的打击效能和飞行稳定性 在这次演习中 雄东三型成功击中指定目标 充分展示了其强大的破坏力 与快速突防能力 这次演习对雄东三型的战略部署 具有重要意义 首次实弹发射不仅验证了该飞弹的战斗性能 也为军方在未来如何运用这款武器制定了相关战术 雄东三型自此成为海军反舰作战的核心武器之一 也引发了外界对该飞弹威力的关注 在2016年举行的汉光313演习中 雄东三型再次进行了实弹发射 这次演习是在更加复杂的海矿和战术条件下进行的 目标是测试雄东三型在动态战场上的表现 在这次演习中 雄东三型不仅成功发射 还精准击中远程目标 进一步验证了其导引系统的可靠性和飞弹 在高压力环境下的作战效能 汉光313演习 对雄东三型的技术升级和战术改进有重要作用 在实战演习中 飞弹展示了其优秀的抗干扰能力 能够在敌方电子干扰环境下 依然保持精确的打击性能 这表明 雄东三型不仅具备速度快 射程远的优势 还能在敌方采取反制措施时依然有效运作 为台湾海军在复杂战场环境中提供了有力支持 2023年的汉光318演习 进一步证明了 雄东三型的作战成熟度 这次演习 不仅展示了雄东三型在复杂海矿中的表现 还凸显了其在高压态势下的精确打击能力 雄东三型在演习中成功命中目标 表现出极高的精准度和可靠性 进一步增强了台湾海军对该武器系统的信心 特别是在这次演习中 雄东三型展现了其强大的末端加速能力 在积极目标时 飞弹迅速从学航速度加速到4 5马赫几乎不留给敌方任何反应时间 这种超音速末端突袭的能力是雄东三型的独特优势 使其能够轻松突破敌方的防空系统 直接对敌舰进行致命打击 雄东三型在例子演习中的成功应用 充分展示了其在复杂作战环境中的作战能力和技术成熟度 无论是2008年的首次实弹发射 还是2023年的高压海况下的精准打击 雄东三型都表现出了强大的作战能力和潜力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雄东三型未来的升级改进 将使其在现代战争中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台湾海军通过对雄东三型的不断优化和实战化演练 已经构建了一套强大的海上防御体系 能够有效应对来自海上和空中的多重威胁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雄东三型将继续得到升级改进 未来飞弹的导引系统可能会进一步增强 特别是通过更先进的传感器和AI技术 实现更加精准的目标识别和打击能力 同时隐身技术和速度方面也有望得到提升 使雄东三型能够更加隐蔽地接近目标 并在末端实现更高速度的突袭 这些改进不仅将使雄东三型 在未来的战场上具备更强的作战能力 也将进一步鼓固其作为台湾海军核心装备的地位 总之雄东三型凭借其多样化的改进型号 强大的战术能力和多平台的灵活部署 已经成为台湾防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在面对潜在敌方威胁时 雄东三型将继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台湾提供强大的海上防御能力 好了 本期内容到此结束 对于这期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 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环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